当地时间12号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当天15时左右 乌克兰再次试图用改装后的 S-200防空导弹 对克里尼亚大桥发动袭击 俄罗斯防空系统发现了无防导弹 并在空中将其击落 没有造成人员上网或财产损失 对此 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12号表示 当天13时和15时左右 乌军两次试图使用 改装为攻击型的S-200防空导弹 袭击克里尼亚大桥 俄防空部队两次发现目标 并实施拦截 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对此 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当天表示 俄方强烈谴责乌军 对克里尼亚和克里尼亚大桥的袭击 克里尼亚大桥是民用基础设施 对其发动袭击不可接受 这种野蛮行径毫无道理可言 势必将得到回应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 12号凌晨 乌军出动20架无人机 试图袭击克里尼亚 其中14架被俄防空系统摧毁 6架被俄电子战系统压制 当地时间13号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防空系统当天凌晨 在比尔哥罗德州上空 发现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 俄乌冲突持续胶着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 白宫最新申请了 131亿美元兑乌军员 其中95亿美元 用于补充美国国防部库存 和加快部分新军事装备的生产 剩下36亿美元 则用于为乌克兰提供情报 军事和其他国防方面的支持 此外拜登政府还向国会申请 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提供85亿美元 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支持 国会山报分析称 伴随俄乌冲突持续 部分国会议员已对美国 不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提出质疑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表示 拜登政府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是以损害本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 虽然美西方不断升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美国通过不断延长俄乌冲突 来削弱俄罗斯的企图 将注定失败 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 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 基辅政权发动的反攻 没有取得乌克兰人先前期望的成功 科比说 甚至乌克兰人自己 包括泽连斯基总统在内 都说他们推进的不如希望的那么快 人们完全不清楚乌军能推进多远 能打到哪里 或能取得何种战果